看到吴磊在日本穿中山装惊艳亮相 猜懂吴京为何当亲儿子宠爱 近日吴磊在东京电影节闭幕时的造型惊艳众人 只见他身穿改良款的中山装 加上背头的造型 不仅展示了正气凛然的气场 而且还给人一种国民新青年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 相比于其他明星在国外接受采访 被问及是哪国人支支吾吾的模样 这也不仅让人十分好奇 难道身为中国人让孟美琪感到很丢脸吗 反观吴磊在出席东京电影节时 就算是签名也不忘标明来自中国 可见吴磊作为一个中国人十分的自豪 此剧也向外界展示了什么叫真正的爱国心 其实这也不是吴磊第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爱国心了 早在参加某场活动上 吴磊佩戴了一条充满国风元素的灵蛇项链 主持人本想为其好好宣传一下 不料一开口就说错了话 在我们意大利的文化当中 它代表着力量和守护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是一个很有少年感 又有力量感 身为一个中国的主持人 却用我们意大利的字眼 也难怪吴磊看不下去立马回对道 蛇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就是非常吉祥的 所以说能戴上这条项链 我也是非常开心 值得一提的是 吴磊之所以这么备受大众喜欢 除了爱国品质之外 还有他一点都没有明星架子 每一个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表示很舒服 跟周玉彤拍戏时 因为有尺度比较大 每次拍完后 吴磊都会立马帮其整理好衣服 而且还主动与周玉彤交流 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 一定要立马喊停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拍完戏之后 周玉彤对其赞赏有加 除了明星之外 吴磊对素人也很有礼貌 因为喜欢骑行 所以经常被偶遇 就算是很累也会跟吕友回话 想要合影 吴磊也会立马同意 不得不说 如此一个爱国且有礼貌的人 也难怪向来讨厌小鲜肉的吴京 会把其当成亲儿子一样宠爱了 万万没想到 24岁的吴磊竟如此的双标 当与赵露丝一起参加活动时 二人不仅在台上打闹 而且联手点亮星星的画面 简直让人直呼不要太甜 甚至为了满足赵露丝的要求 吴磊甚至还放弃帅气形象 上演了一出退退退的喜马 除了赵露丝之外 吴磊在与迪丽热巴一起走红炭时 更是会化身小谜底 不仅时不时地偷瞄热巴 而且还露出了满脸羞涩的表情 简直是让人浮相连篇 除此之外 在某场活动现场 当看见热巴被粉丝包围之后 吴磊更是霸总上身 贴心地为热巴挡住粉丝 让其先走 与对赵露丝热巴宠妮模样不同的是 小作精于书欣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吴磊与于书欣现身某活动时 他不仅快速走上场 而且在面对于书欣时 更是满脸的冷漠 像极了一个陌生人 甚至在于书欣没站稳时 吴磊也没有想要伸手扶一把的想法 现场的气氛简直是尴尬不已 和于书欣相同待遇的还有女星李沁 二人一起上台领奖时 吴磊表现得可十分冷漠 完全没有展示任何身世风度 让李沁全都是自力更生 还有关小彤以及宋祖儿 他们三个人一起走红毯时 就像是不认识一般满脸的冷漠 不得不说 别看吴磊年纪比较小 但这双标态度可是玩的那叫一个六 这也不禁让人十分好奇 吴磊这些年究竟经历了什么 才可以玩转的如此丝滑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吴磊从小可就是内鱼的标杆 打死吴磊也绝对想不到 随手下意识的举动 竟揭开了内鱼明星的折修部 2021年 吴磊受邀参加央视的五四春晚 与其他明星坐着豪华的保姆车 被保镖前挫后拥的模样不同的是 吴磊却独自一个人骑着自行车 到达录制现场 录制完毕之后 又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离去 不得不说 吴磊如此朴素的模样 简直是让人意想不到 难怪会被60多家公司联合点名表扬 这才是真正的明星开模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 在骑行过程中 吴磊还闹出过很多笑话 某次他骑累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台阶休息 但往后一看 是在晋江市政府门口 吓得他连连道歉 生怕因此影响了市容 除了低调普速之外 吴磊更让人称赞的 还是他懂得尊重女性 与其他男明星在镜头面 设各种树立绅士风度 尊重女性的人设不同的是 吴磊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像伸出胳膊代替绅士手 90度弯腰鞠躬等细节 基本上都是习惯性下意识的反应 除此之外 在现实生活中 吴磊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表达了他对女性的尊重 不仅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而且还支持各种女性权益 不得不说 这种教养以及态度 可以说是一个发自内心的正确价值观 在如今如此复杂的社会 以及娱乐圈内 都显得尤为珍贵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别看吴磊在娱乐圈那么多年 他都没有迷失自己 他从不喜欢别人叫他小鲜肉 而且也不希望别人看他时 觉得就是一个花瓶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 在他五年级时被问及 将来想干什么时 吴磊就说想当导演 直到如今 他也依旧想考导演戏 不得不说 如此一个坚定目标 且有礼貌懂得尊敬女性的人 也难怪他被称为内鱼的标杆 毕竟没人会不喜欢 你们觉得对吗